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是在吃双儿的醋 看不出来醋劲还挺大 苏少帅 你不是腰不好吗 干吗不坐着 我那腰不好也不能老坐着 得站起来躁躁躁躁 老裴 看来只有你是真的来陪我的 我不像他桃花寨那么多 大家都在呢 小四 这打脸来得真快啊 你的老板 只是让你将绑架架和给我 并没有让你杀人灭口 只不过你借刀杀人 想置木小姐于死地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 我手里已经有你幕后老板的把柄 但我并不想把他公知于众 我会和他做一笔交易 这个绑架案 都算在你一个人的头上 这样既能洗脱了我们民团的血 还能卖给他一个面子 而这代价 就是你的狗命 我想 没有谁会在乎吧 小子老 谭学历 你挺卑鄙啊 别这么说 咱俩彼此彼此 就凭你当着我的面 杀了崔姐 我就可以让你顶命 哦 从你一进来 什么都没有说 再到你当着我的面杀了人证 从你这些阳凤阴违的行径上来看 那个让你维护的 绝对不是那个被你利用的幕后老板 那么 你到底在维护谁啊 好 喂 车都跑没影了 放开我了 我 我 我是不是受伤了 要不然 要让我心跳 怎么那么快啊 你正经不过三秒 起来 你不是着急赶我走吗 那你非要在徐光药的病房里过夜吗 我给了你抬尖你为什么不下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那也比某些人强吧 才两分钟没见 就硬是要打来电话 说想顾小姐了 什么两分钟 什么打电话 他这是在吃双儿的醋吗 他这是在吃双儿的醋吗 看不出来醋劲还挺大 你今天先回去吧 我来替你 我回去干吗 留你跟徐光药 在这儿花钱月下啊 我又不是顾小姐 用不着你时时刻刻惦记着 我怎么时时刻刻惦记着双儿呢 啊 还有 昨天什么意思 什么电话 什么两分电话 那昨天你刚走就打电话过来 还没有时时刻刻惦记着 我没给她打电话 可是护士就是说 是谭司令找顾小姐啊 难道护士还会说谎 那电话来了以后 是不是小四就来了 是啊 他那是刺探情报 他要见裴少君 你猜得没错 是一个当铺老板 是保利典当行的敏大成 喂 保利典当行打来电话 说是给您拿错了 婉清小姐的票据 他们明天上门来换 婉清啊 你去修手实了呀 老爷 婉婷肚子疼 怎么会疼这么厉害 没事吧 我也拿不准 要不你去看看 婉清 你先去 那个车在外面 让司机先送你啊 原来是这样 你想到什么了 是崔连锋 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可是敏大成 为什么会帮崔连锋 做这么铤而走险的事 你知道敏大成 以前是什么身份吗 十年前 他是罗都军的副官 你哥哥死的时候 他也在码头上 我以为崔连锋 只是逼走我母亲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和我哥哥的死有关 这不是你的错 这人心的陷害 有的时候远远超出 我们的想象 如果我哥哥 真的是他害死的 那他不仅欠我一个家 他还欠我一条命 他奪走了我所有最重要的东西 我要让他血债血还 你放心 他们一个都逃不了 你不知道 当时 我看到你的车 沉入水底的那一刻 我真是害怕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我们都吉人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安晴 我的那种害怕 不是哥哥 失去妹妹的那种害怕 而是怕 失去我生命的另一半 哥哥 保护不了妹妹一辈子 是哪些问号 人同空空空拥抱 听不见 光耀哥 我爱你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真的很感激 但是 一辈子太长了 我不敢笑 只能带нем techniques 你们 体灯